今天全国都在关注发生在台东部落的这一起毒粽子的事件 夺走三条命怎么会这么诡异 83岁的妇人吃下了包裹瓜牛 竹笋 猪肉跟小米粉的粽子 结果丧命 没想到族人前来吊咽 守灵 吃了同样的粽子 又两个人没命 第一时间大家研判可能是粽业残留了农药所以导致 没想到化验出来完了 真的是剧毒的农药成分 但问题是粽业没问题 瓜牛也没问题 农药成分怎么会进到了粽子里去 谁让它放进去的 现在要查哪一个环节背后有没有人为下毒的可能呢 对 从昨天开始的大家的关注度都在台东县这个地方 台东县那个阿嬷她竟然是搬碗的时候 身体不舒服 然后晚上人就走了 走了之后大家就到她家里去钓业 去钓业之后 就是把这些该干嘛干嘛弄完之后呢 看到说还有这些阿柏 阿柏是什么就是这种他们当地很流行的这种小米粽 然后就吃了 吃了之后呢集体中毒 一个两个三个全部都送进去 到目前为止哦 已经夺走三条人命了 而且还有12个人是集体中毒 那大家就想一件事情说这个阿柏是他们几乎是常常在吃 每天在吃的东西 难道有什么样不干净的一个食材吗 第一时间竟然是有一个人被警方给带走 这个人被带走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小米粽的阿柏里面呢 有放蝸牛 所以呢大家第一时间想说会不会是蝸牛有问题 然后就去想说阿嬷的蝸牛哪来的 竟然是一个族人就说我啊 我在我的农地这边弄一弄之后呢 把这个蝸牛拿过去给他 所以大家就想说一定是蝸牛有问题 好查了半天 现在竟然是蝸牛没有问题 那蝸牛没有问题这件事情 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啦 你想想看啊 阿嬷吃了之后有问题 然后呢其他的族人吃了之后也有问题 而且呢他们都有中毒的反应 什么叫中毒的反应 你知道这些患者全身发抖 失去意识一直冒汗 口鼻的分泌物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呢身上散发疑似农药的奇特的气味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 这会不会跟农药有关系 好忙了一天一夜 今天来讲的话 今天卫福部终于出来讲清楚了 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们怀疑的蝸牛没事 那叶子也没事 那之下呢会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内线 可是内线他们验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非常非常毒的土壤的农药 它不是打在一般的叶子里面 它是打在土壤里面的 它让土壤里面的戏剧 土壤里面的害虫死掉 这个叫什么叫托福松 这个有机磷托福松 其实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臭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是喷洒在一般的叶子上面 它是打在这个土壤上面的 所以呢它的毒性非常的强 那我问你 应该是打到泥土里 非常臭的这个农药的一种 对 它不应该出现在粽子里 我刚刚提到 你知道粽子有什么 有蝸牛还它清白了 有包粽子的叶子 我们也还它清白 还有竹笋跟猪肉跟小米粉 有没有可能来自于这些地方 不对啊 因为你打在泥土里的农药 怎么可能出现在猪肉里 对 这个重点就是说 为什么这个案子这么难查 如果是蝸牛 蝸牛是谁 竹笋已经举手 蝸牛都要送阿嬷啊 那如果是叶子 谁去采的 他们家的人去采的 所以如果是蝸牛 如果是叶子 那就种了嘛 对不对 问题是特别 我们看这个导播 阿柏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这个肉粽 小米肉粽 阿柏里面是里面可以用什么 把内馅用食用的叶子包着 再用月桃叶来外包煮熟 好 内馅的重点就是 你打到什么 就吃什么 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到蝸牛嘛 有人送蝸牛就把它丢进去 把它弄 然后呢 有其他的损子我就把它弄进去 那这样子就复杂了 因为如果你是蝸牛 你可以找到人 如果你是外面的叶子 你可以找到人 那那个内馅 大家就搞不清楚了 更离奇的一件事情是说 你找到托福松 它是在往土壤里面的 那难道 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会跑到内馅里面呢 只有一个可能 现在检调已经进去查了 因为前方是卫福部的事情 卫福部已经验出托福松了 那为什么现在检调要进去 你如何让土壤里面的毒物 变到内馅里面 如果没有一个人 人为把它加工 或者是把它做一些处理的话 它是不会跑到阿嬷的阿伯里面 不会跑到这个内馅里面的话 大家怎么会吃得到 更离奇的一件事情 阿嬷其实它吃下去之后 它旁边有个小狗 它是有分一块给它的 可是大家回头去看的时候 哇 阿嬷走了 小狗却是活的 所以这件事情就更离奇了 难道是小狗吃的那一块 没有问题吗 那如果小狗吃的那块没有问题 那不就太针对性了 对 如果小狗吃的那一块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特定的种子是有问题的 而小狗吃到那一块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是它的毒量是不平均的 那这个东西来讲 就不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之下出现的 那回头去讲 难道真的有人要来下毒吗 你这样让我想起了 几个月前半年时间过好快 保龄茶室 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全盘的轮廓 保龄茶室都很难查 被形容说这件事情可能比保龄更难查 哎 蝸牛 对 蝸牛这件事情大家就想到说 蝸牛能吃吗 蝸牛能吃 但蝸牛吃坏了 会灭门 对 我们来讲一件事情 保龄茶室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已经查不下去了 已经变成悬案了 因为当初来讲保龄茶室的话 其实检调是非常有细心的 你保龄茶室能出问题的在哪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你的硅调 就是你的原料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厨房有问题嘛 所以呢你把它这个东西 把它给巩固住之后 应该就没有太多的一个意外 但是呢你看查到现在来讲 你查得了下去吗 已经查不下去了 但是大家来讲说 这个事情可能比保龄茶室更难查 因为保龄茶室只有厨房跟食料 这个地方来讲 你根本不知道那些内馅 对 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而且呢 在山上最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保龄茶室还有监视器 因为它在五星级饭店里面 山上没有监视器 好 你讲到蝸牛能不能吃 当然有些料理是可以吃蝸牛啦 可是你知道吗 大家餐桌上面的金兰酱油 以前发生过一个跟蝸牛有关系的 灭门案件 你知道吗 他们的第二代在1985年的时候 他们第二代负责的秋中贵 他那个时候呢 有朋友告诉他一件事情 说你吃蝸牛可以养生 可是你不是随便吃蝸牛 你要去找什么 非洲大蝸牛来养 不是说你抓到你就来吃 你要去养这个非洲大蝸牛 你要什么养呢 你要用生菜叶子 青菜去喂食它 而且你喂到什么时候呢 你要喂到它排出绿色的大便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身上的毒气 身上的一些土气 全部都已经不见了 只是现在什么 你喂食的这个青菜叶 所以当它排出绿色的大便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蝸牛拿来做什么 蝸牛 生吃啊 生吃蝸牛 而且他这二代的负责人拿去 中秋贵他不是自己吃哦 他还给他的家人吃 给他的小孩吃 然后大家都中毒了 然后其中还有一个司机 大家想司机观点什么事 原来他对员工很好 他就想说 我终于把这个非洲大蝸牛 养住它有排出绿色的大便之后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它的毒气都不见了 所以呢 连司机也叫来吃 吃下去之后呢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广东的注血线虫 这个东西你要去煮 都不一定可以把它消灭掉 更何况你吃蝸牛 生吃 生吃下去之后呢 它在你的身体内 不会让你马上发病 可是呢 它会慢慢的找 慢慢的找 它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哪里 大脑 你经过大脑之后呢 你就会发病了 所以呢 最后呢 这个负责人死掉了 然后呢 他的长子也死掉了 二次次呢 其实昏迷了十多年才死掉了 可怕哦 所以真的你随便吃 或者是没吃醉蝸牛的话 可能会造成面门的血案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 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